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第二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知道这个北市都发局 已经认定文化大学的大群馆宿舍是违规的 所以已经这个侯友宜方面是解约的状况 那文化大学的学生 何去何从呢 那我们现在来连线文化大学的学生会 第十五届的理事长陈志龙 志龙你好 你好 是志龙 你们发出声明主要是想表达 什么样的一个意见 希望对外能够外界能够听到 基本上呢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希望 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当中 第一个学生权益应该要被受到保障 那我们学生还是期待 要有一个可以有一个非常安全无余 合法没有争议 然后不要受到政治里甘露的一个住宿环境 志龙想请问一下 这个议题纷纷扰扰好几个礼拜 在这个外界在探讨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你们 比如说原本是在大群馆里面住宿的这些学生 反应跟情绪上面是如何 你所了解的 就学生他们 他们最最基本最基本的需求 他们最担心的就只是需要有一个 就像刚刚说的 他们需要有一个可以安心学习居住 然后可以让他们不用受到这一些外力干扰 这个住宿环境 是 还有志龙就是我们众所周知 文化大学在山上 阳明山上 那个地方要租个房子其实不容易的 价格也是另外一个考量 所以如果现在一旦解约了 文化大学的学生可以去寻求的空间 大概的状况是如何 原则上我们学校据我所知 已经有发布了一个就是配套措施 那提供给学生一些解套方案 那基本上也就是针对这些 已经送钱可以入住大群馆的学生 给他们一些就是选择的方向 那我想这个是学校一定会非常非常积极的 在做保障这些学生的住宿权益 这个没有问题 那针对其他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期待透过这次的事件 重新的再检视一次 在文化大学周遭 我们的住宿的品质 我们住宿的需求 以及我们学生住宿的保障 另外台北市政府 我们昨天一直跟都发局单位联络 方面联络 可是都在忙 忙的事情其实也包括这个事情 那他们现在想释出一些公宅 或者是有一些专案住宅 譬如说有一个这个专案住宅是士林北投科技园区 像类似这样的专案住宅或是公宅 你们接受的程度如何 我想这个每一个学生接受的程度不一 因为大家需要考量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广 就诚如您刚刚所说的包含金钱层面 通勤层面等等的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不会排除他是一个学生 一个选择的选项 那既然北市府愿意提供一个选择给我们 那我们也就看学生们的反应 那学校方面您刚提到 就是说势必第一时间 也有一些安定的这个力量必须要发挥 要有一些措施先露出 在学校方面他们做了哪些处理 譬如说内容方面 他们有提到说你们可以如何如何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原则上学校提供给学生就是三个选择 那第一个选择就是安排给 就是把他们安排进学校的其他的宿舍 还有空间吗 我想学校愿意就是做这样的安排 他们自有自己的几个几套办法 好这是一个 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办法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借由学校为管道 然后来安排应该是做转介给外面的租屋 那这个也是出自于学生志愿的一个选择 那最后一个选项就是 他不透过学校任何的方式 自己去寻求一个住屋的管道 对以上三种 可是如果除了学生学校的宿舍之外 如果学生自行去寻求 或者在外找住屋处 就不会有先前宿舍的管理吗 安全的顾虑吗 对不对 像安全上的 之前是有一病在宿舍里面 是有人看照的吗 对不对 有管理吗对不对 是 就必须要自行负担了 嗯 我不是说在文化大学周遭 这里的租屋形态有非常非常多元的 那就必须端看学生如何去做取得 好 有的也有管理员 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文化大学学生会第15届的理事长陈志龙 志龙最后想请教你 你们的声明稿里面 当然就是说有提到1234点 其中有一个映入我的眼帘跳出来是说 你们期望各方应该避免让这个学生成为政治角力的这样的一个下面的一个议员 我或者是呃我我我讲就是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政治角力下的牺牲品的感觉 嗯我想我们期待的就是不要牺牲掉学生住宿的权益 是我们的诉求最基本最基本就是这个 是的 好那也这个祝福文化大学的学生能够学有这个专精而且居有定所 谢谢谢谢志龙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好我们就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来进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那我的出处是来自资深的主播杨楚光先生 他出版一本新书电视新衰与我的生涯 非常符合现在如何如同进行的世俗赛这个气氛 呃他已经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去下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哈抢先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故事我们邀请的主角是杨楚光之身的主播杨大哥你好 谢谢光请邀我来 是谢谢 楚光大哥你最近出版一本新书 我也是很抢先拿到电视新衰与我的生涯 是 那因为您的这个新书里面前面几个章节 刚好符合克正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俗赛 那先讲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丁守中参选人 他提到就是说可能也是很多人 他们不解但是有这个需求 就是说为什么台湾观众渐渐的只能透过MOD 或者是网路爱尔达电视来收看赛事 那其他的比如说华士 我就点到你华士怎么不转播呢 要转播也只是后面的16强啊 那知的权利 那这个谜的这个所谓的观看的这个权利也都被剥夺了 可是还遭到网友的一阵这个酸言酸译哦 呃 楚光大哥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的难得 您是率先 而且用这个零权利金的方式取得了所谓的五届 长达20年的世俗赛的转播 你来给我们讲这个精彩 而且深具内幕的这个过程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 呃丁守忠先生啊 错怪了这些电视台 最主要是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个项目 他太吸引人了 以今年来讲的话 呃他收看的人次啊 可能会突破 呃80亿次人次的收看 就是说你看一场算一次的话 会超过这样的数字 所以他的权利金呢 是急速的上涨 嗯 那么根据艾尔达 他们这一次是主签这个约嘛 嗯 那他的执行长在报上说 他们是花了两亿台币拿下来的 嗯嗯嗯 所以呢 这个丁守忠先生可能不了解 就是说现在的台湾的无线电视 或者是有线电视也好 嗯 没有人可以拿两亿出来玩这个东西 是的 经营都有困难了 不是以前老三台的 对了 嗯 那么以前老三台呢 你再怎么烂 他这个广告的大饼啊 你有三一三十一 嗯 就你你你讲的不客气点 你弄个白吃去 他也可以赚 他就坐在那边三一三十一等着分配 是的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平台这么多几百个 加上新媒体 再加上MOD 嗯 再加上像这个爱奇艺这样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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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视讯的东西 所以广告很难经营 是 所以那艾尔达为什么又可以呢 就是啊 那真的是因为爱尔达呢 他的背后啊 是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是他的老板 是的 那讲到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了 在美国啊 长久以来过去的三四十年里面啊 国会里面一直啊 都在打一个仗 就是说 为什么电信公司可以来经营电视 嗯 所以呢 当时的大的电视网 三大电视网 跟美国的电视业者呢 就去买通了这个 这个 Lobby 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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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去游说的 嗯 就告诉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啊 不要让电信公司进来 嗯 嗯 那电信公司呢 他更有钱 嗯 他花了更多的钱呢 去找Lobby 就去国会里面游说 嗯 就是我电信公司有这个功能 为什么不让我做 是的 嗯 那谁是谁非呢 这个无所谓谁是谁非 嗯 就商业的情况来讲 他电视能够 以前不能做电话 因为以前的电话呢 是一根这个 普通的电话线进来 现在的电话是 他是光签 嗯 光签到辅的话 就表示这个光签 他的容量很大 跟我们电电台 跟我们电视的这个频宽呢 一样就很大以后呢 他就可以 嗯 讲话电话 只用他很小部分一点的频宽 他大部分的频宽 可以用来输送视讯的信号 所以他就来辟为这个MOD 那MOD是什么意思呢 MOD 这个在美国倒是很少人用这个名词 MOD是在台湾特别中华电信用的 他叫做Multichannel 就是多频道 on demand 就是你需要看哪个频道 你打开来 我有很多的频道供应你看 所以现在的爱尔达呢 可以给你一百个两百个频道 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他的频宽没有问题 这个是人类科学的进步 就是一条光纤线 进来就可以达成你的需求 那你不能不让他做啊 就商业行为 你不能不让他做广播 而且也需要 没有这次爱尔达 可是问题是三大电视台呢 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 ABC CBS NBC 所以他们也去国会游说啊 就是说他电视台 他电信公司已经赚得饱饱的了 干嘛又来要赚我这个电视的版图呢 所以呢就打了很久 那最后呢是得了一个结果 就是说OK 电信公司可以做这个video 就是做这个视讯 这个电视台呢 也可以做电信服务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有线电视里面啊 他做WiFi的服务 其实现在的有线系统 假使全国统一的话 他也可以成立一个电话公司 因为他的频宽呢也够宽 是的 懂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打了很久 不过回到最原始的啦 这个太专门了 再回到原始的 我们现在才搞懂啊 你真的是专业啊 我不敢讲 那我们就更怀念老三台的时候 而且三台台式最早吧 对 那为什么是华士 这一直独秀呢 我现在不要讲这个 我只讲一个 就是说今天啊 我为什么用这个书名叫电视新衰 我很幸运 就是在我进电视的时候呢 是电视啊 正在往高顶爬的时候 我进去的 那我退休从华士出来的时候呢 开始是电视要衰败的时候 刚好一个新一个衰 对 但是很可怜啊 因为电视的整个的历史啊 有电视啊 也不过就是1930年代 在美国开始黑白电视 当时的美国啦 加上英国的这个 所谓的BBC啦 1930年代左右 那么他开始衰败呢 就是在1990多 所以这个industry 这个企业 这个事业呢 活不到一百年 70多年呢 他就开始走衰败的路线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呢 我们在台湾前 烟角木的时候 那么好的时光 我们没有好好去研发 我们下一代要走的路 结果搞到今天 我们呢就变成上不上 下不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模式啊 就是说 那 我们要反问 就是说 美国也跟我们一样 走这些电视啊 可是美国的ABC还在啊 CBS还在啊 NBC还强啊 就是啊 那日本的这个NHK还强啊 什么TV Tokyo还强啊 富士还强 朝日电视强啊 那么为什么 韩国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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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NBC啊 这些电视台啊 国家放送的也很强啊 为什么只有台湾的无限呢 陷入到如此的衰弱不开 为什么 我们感觉还是彭博地 已经觉得衰弱了 你有没有答案 说来话长 我告诉你答案 很简单 国民党害的 民进党害的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主政的时候三台 他们派来电视台服务的高阶 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啊 全部不懂电视 他是仇佣 仇佣 仇佣 懂吧 台市是省府的嘛 中市是国民党的嘛 华市是军方的嘛 军方跟教育电视台 是合作的 那么 民进党呢 不是主张这个 党政军退出校园 退出吗 就好好找一些干才来好好做啊 可是他不 他搞得比国民党时代还难看 像江霞 他也可以去做华市的总经理 你到底有什么电视的专才 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个科批啊 讲这个SOP 那你用人的这一套 你到底用什么SOP 我们现在讲这个公事好了 公事的董事长 陈玉秀 是很好的音乐家 可是你有什么SOP可以去选他来做董事长 董事长还好还好了 那你总经理的总经理的产生过程 你有什么SOP 好 现在另外一个名词是什么 是KPI 那你现在每一个来当总经理的人是不是要先提出他自己怎么样来经营华市 要有绩效 你现在亏一年亏一亿我当总经理以后我可以在一年以后让他只亏五千万两年以后我让他损一两平 然后我做不到 你们董事会应该把我fire掉 这个才对啊 现在不是啊 现在江峡你也来做 什么小野你也来做 你们是写剧本的嘛 你们搞什么东西啊 每个人都来做 那这个电视台怎么会做好 你电视台东南西北你都搞不懂 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平宽啊 在这个电视台跟电信公司之间的官司啊 你们根本听都没听过嘛 你凭什么来做嘛 我很生气啊 我是职业的这个电视工作者 那我在这个电视里面一直做什么 我就做记者嘛 我就做个制作人嘛 顶多他给我一个组长做嘛 他就不让我升官嘛 但是我也不生气 为什么因为我学到很多 我学到的他们都不会 所以我很高兴啊 虽然我没有做大官 但是台词不错 台词像顾安生啊 还做到副总啊 像这个李盛文先生 还做到总经理啊 像这个昌松啊 廖昌松啊 也做到副总 因为他们原来的那个副总 叫李卫荣先生啊 很爱护他新闻部的 这些子弟 后来都提拔他们 但是呢 中士的国民党方面 跟这个华士的军方 跟教育电视台啊 他们根本就不理他 他自己的位置都仇庸 分配不够 所以他对于你外来文学校 大学校毕业的 你就做工吧 他不会 他也不听你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有线电视一来临 瓜分了整个广告市场的时候呢 台视中视华视就等死 就没落 好 今天原本以为我们开场 这个杨主皇大哥会迫不及待的把他新出内容 没想到 他的琢磨点一开始炮声隆隆 他是在告诉我们 电视之所以心衰 如果没有继续教训 如果不走专业 如果乱搞的话 我们马上 有些电视他刚刚的意思是说 现在马上就 会陷入 不是马上 马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 就是华视来讲 最后一个成立的 华视年年亏 但是他们年年 把他并入到公事集团 我也搞不懂 为华视跟公事集团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上一任的这个总经理 什么郭什么南宏 还是郭什么东西 他到华视 他第一档先上来的综艺节目 就是请诸葛亮 我们不要忘记 华视是有教育功能的 因为他的制造 是原来有教育电视台 扩大为华视的制造 他早上还附有教育功能 这么一个教育功能 他最强档的节目 是诸葛亮的秀 你说要不让人家生气 生气生气 好我们就下 今天我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故事 讲的是杨楚光的故事 杨楚光和喜人员 其实我们如果稍微像 我这五年级生 我们是看着他的电视播报 长大的 那杨大哥 您这个本书真的是好看 厚厚的一本 但是如果按照现在正热的世足赛 还有来年的这个奥运 在台湾应该是没有找到第二个人 你是可以去主办 先要拿 把这个权力拿到 你自己还要采访 你看那个南北奔波 那还要播 还要完全是safe 要让观众看到最好的 那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坎坷 因为有些外力进来 那最后达正 这个都在你的这个新闻线下里面 写下不错的篇章 这个光群呢 很仁慈 因为我刚才离题太远了 他要把我带回来 好带回来 我们讲这个世界杯好了 世界杯啊 我们是我 在1982年 引进到台湾来 为什么引进到台湾来 因为那一年 1982年的二三月 这个中华族协改选 那么当时呢 政府有一个政策希望啊 就是说原来有国营企业啦 政府的一些主管单位 兼任这些单项 协会的理事长 觉得不太好 就是干脆让还政于民啊 让民间来做这样 但是其实呢 不见得好啊 现在的这个体育界搞的很多的问题 所以最近这个体育 这个体育署的这个署长也要换人嘛 但是好了不去扯他 那么台湾的足球啊 曾经在1949 195年 1951年呢 是很强的 台湾 在亚洲啊 这样子 我们大家忘掉了 为什么当时很强 因为当时啊 有香港的职业足球协会 他们有什么南华队咯 东方队咯 他们呢 就披着中华民国的衣服 代表中华民国呢 去参加亚洲杯 所以我们在亚洲杯 有前三名的实力 那另外在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比赛 就是叫莫迪卡杯 莫迪卡是马来话 就是独立的意思 就是马来亚从英国独立以后 他们每一年纪念这个事 就莫迪卡杯 那东南亚国家都去参加 我们呢 常常在莫迪卡杯 就前三名 那么一直到 中共对香港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以后 这些球会啊 就是不再替中华民国出力了 那我们的足球就衰弱 那可见当年赢 这个主政的足球协会的人 也没有脑筋 就是说当香港人来帮忙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应该训练自己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人家一不来 你马上就垮了嘛 这不好 可是呢 还不错 军方啊 那个时候啊 从这个郑维员 王多年 到蒋伟国 他们都做足球协会 是联情 他们却培养了女子足球 所以中华木兰女子啊 曾经啊 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 那个时候呢 世界杯没有办女子的比赛 所以呢 就办了一个示范赛 有邀请各个国家的女子足球啊 来打球 我们中华民国的木兰队啊 冠军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做事 就是说 我们后人忘掉了前人的这些努力 没有接棒 那不讲 我们就回到这个世界杯 1982年 是蒋伟国先生 卸任理事长 就把这个交给他好朋友 吴宝华先生 吴宝华呢 就是我华士的总经理 他就把我找去 说我现在当理事长啊 那有没有办法 我们共同来振兴足运呢 我说有啊 马上就有一个世界杯 他说什么叫世界杯 我说世界杯是比奥运 那个时候台湾人总是认为 奥运就是全好看 奥运才是体谈盛世 奥运插世界杯插得太远了 世界杯是最好看的 原因是什么 世界杯非常简单 就踢球嘛 你只要正规踢球 只有一个难懂的 就是越位 比较难懂 那其他的 你故意去踢人 就是犯规嘛 你目的主要是踢球 那就是合法嘛 那你把球 踢进到对方球门 你就赢练就这么简单的规则 所以全世界都风靡嘛 懂吧 那他说 合以证明 我就跟他讲 我说奥运会一次 全世界转播 有多少人次 可以来看这个电视转播作业 而世界杯一次 可以多少 相差成倍以上 他就被我说服了 可是问题来了 他说 那你去弄啊 我说我弄 我可能会有失败 为什么 因为时间有限 因为他当选的时候 是二三月 而这个1982年的世界杯啊 在西班牙举行啊 是六月 所以只有两三个月 你要可能等个一两年啊 通常讲这种 你讲的对 光景你到底还是搞广播的 至少你要两年之前 要跟人家谈 我看过你的书了 因为要杀杀架干什么啊 那么安排工程啊 真的啊 那我们台湾的电视呢 因为大家都是外行啊 原来大家都是仇庸式的来 所以呢 都是要到火烧没毛的时候 才去跟人家谈转播权 懂吧 所以呢 那这一次就碰到同样情形了 还有两个月 那我的这个老板要 怎么办 我就要想办法 所以我就说 那你准不准我用你的名字发电文 他说没问题 我就发个电文 给当时的FIFA 就是国际诸总的秘书长 叫做布兰特 他前任 做完了秘书长 后来做这个会长 那么去年前年才再下来 我说 我们是刚刚改组的中华民国足球协会 我们是你们这个国际组总 大家庭里面的一个member 我们是你们的家人 我们也是电视台 可是呢 我们现在要转播 但是我刚刚才做你们的家人 怎么办 你要不要协助我 立刻快速的取得 这个转播权 我说我出价 转播权已经20万 美金 他后来一看呢 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转播过 而且在国际这个足坛上 中华民国从来表现很差 就通通都有在亚洲足坛 我讲的那也是好多年的事了 他就立刻来 他说强烈的热烈的欢迎你们 成为我们这个国际组总家族的一员 有关你的事情呢 我已经特别的协调 这个转播委员会 同意你们转播 20万也同意 所以我就很快 成功了 就成功了 可是这解决一半的问题 你有权利了 可是问题是怎么转呢 怎么过来呢 对不对 1982年的上一届是四年一次 就是1978 是阿根廷 那个时候的世界被不热门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人类的卫星传播很贵 很少人用整场的来转 50几场球 没有人转得起 到了82年 恰巧就是这个时候 卫星的价格也降低了 那球队呢 也增加了 原来的世界杯呢 只有16队 那到那个时候是变成24队 现在变成32队 这样子增加来 那么所以呢 这个卫星转播的成本降低 技术也成熟了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亚洲的各个很多的小国 像印尼 马来西亚 什么新几内亚这些国家 他们也都有兴趣啊 所以他们有一个团结在一起的铺 就是这个共同转播作业团 就是有亚洲广播联盟 可是那问题是中华民国不是会员 中共是 那么所以我又亲自的到这个基隆坡 他们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电视台里面 这个会啊设在那里 那我就去问他 他说你们虽然不是会员了 可是我热烈欢迎你来啊 跟我一同作业 是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家是有九个十个 加上我十一个的话呢 大家平均分摊制作费 是 它可以降低 对 对 我说好啊 那我愿意啊 嗯 所以就立即谈成了 所以马上两个月之内呢 解决了转播权的问题 也解决了转播技术的问题 嗯 懂吧 是 所以这样我们就拿到 至于说 后来为什么 今年这个爱尔达拿这个权利金就两亿台币 那我出价是二十万美金呢 就是等于六百万台币啊 嗯 可是最后比赛结束呢 华士没有交交钱 没有跟你们要钱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当初我是直接透过这个秘书长 而没有透过这个转播权利谈判委员会 嗯 所以呢 在谈判委员会那边没有我的记录 嗯 只有这个秘书长给他的一个知会 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大概疏忽了 嗯 所以呢 我们在台北就一直等这个账单啊 要付这个权利金啊 嗯 可是等等啊 等到两个月以后啊 嗯 国际足总啊 他有一个给跑足球运动记者的 他有一个newsletter 嗯 就是大概两个月一封信给 一个杂志给你 嗯 这个newsletter 哎 我打开newsletter一看啊 哎 他公布1982年啊 世界杯足球赛所有的盈余 那就 结算了 该讲的都讲了 close了 没跟我们要钱 没跟我们要钱 嗯 嗯 因为这个转播 转播权利委员会啊 他没有没有这一条 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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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 这个是合约是这个秘书长口头答应帮助我们弄成 他有知会他 可是不是正式的合约 也许就是一个便条啊 嗯 所以呢 大家就疏忽了 所以第一届 我们没有付 好 我们不过是跟这个杨楚光杨大哥谈第一次 他的这个拿到所谓的世俗赛转播权的这个第一次啊 后面连续办了五届二十年 但是他也拿到奥运 好 那我们呃等一下回过头来 我们再跟杨楚光大哥来调相关故事 马上回来 哈 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专访 资深的主播 真的是资深哈 杨楚光杨大哥 你看他知道 他是一个强将 他是有战机的 他的战功 可能跟他后来在新闻界的发展 没有那么公平对等哈 那不管怎么样 在他新闻采访的过程当中 呃除了体育的方面啊 你知道他两个经典之作 一个是公审四人帮 中国大陆 毛婆江青等啊 那个画面 原来我们小时候被吓到 原来是出自这个杨楚光 大概你们团队的手笔啊 那个画面取得也非常困难 另外一个就是您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当然你转播体育赛事是不尽其数了 不升美举了啊 那还有就是说这本书 电视新帅与我的生涯还写到 我们台湾的资深主播或者电视人 或者说媒体人 新闻人 不管用怎么称号 往往哦 没有善终 我讲的善终不是说生死的那个问题而已哦 所以开放给杨楚光大哥您自己聊吧 好 还有一个部分是您还抓到这个慕尼黑 不那是中式的哦 您是洛杉矶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 还有一次1988年的加拿大的冬奥 对 这样子哦 这个你既然好意请我来 我还是要打打输了 是是 这个内容太多了 有关于这个从这个1949年到现在太多的东西 我是希望对体育有兴趣的人呢 去好好的给我一点指教 也许我错了 很厚厚一本书 尤其里面很精彩的 包括你写记证 亚运 结果他跌倒 对 然后还没想到万一张 这个把焦点转了 对 那个都很精彩 他跑去跟瑞尔结婚 是 那大家所有采访这个亚运的台湾的记者都还在睡觉 早上人的外国记者敲我们门 说wake up wake up 说为什么 说你们记证跟别人结婚了 我们都中台湾的记者都还在睡觉 只有他们洋人记者知道 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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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里面结婚你知道 所以我不晓得记证现在还愿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 有我们都有印象 但是谈到最近这个记证奖要去证明啊 东京奥运这件事情啊 我很感佩 我觉得他很勇敢 但是呢 他在国内现在招致到奥会啊 给他很多负面的影响 这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公投过了 因为这个国际奥会啊叫IOC啊 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OG 他也不理你 你公投过就你家的事情啊 你你管不到他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国会可以转来 因为他就是国际上的一个一个非政府的这个组织 NGO非政府组织你也管不到他 非盈利的组织 他唯一的就是他的董事会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奥会委员呢 是吴金国 政府每一年也有编预算给他 可是他在这个里面呢 对中华民国证明这件事情呢 没做什么事情 他忙着去交这些朋友 他没有做什么事情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国际奥会委员呢 每一个都是贪污 都是拿钱的 你敢这样直接事 当然看完 原来韩国有一个国际奥会的副主席叫金云龙 他就是跆拳道协会的 他去做了世界IOC的副会长 后来比如说他拿了五百万韩国政府的钱 去收买这些委员 大家支持他 结果他向这个政府报仗 他花了一千万 另外五百他揣起来 所以他就被韩国政府把他定罪 所以呢 IOC也把他开除了 这是也很有名的案子 那这个证明什么 就是说国际奥会委员吴金国 也不是经国立法院通过 也不是什么 就是他跟徐恒先生年轻的时候 跟着他身边帮他做翻译 帮他提皮包 跟所有的奥会委员赎了 大家 大家好 那台湾这个徐恒死掉 那就你来吧 就这样子 所以他没有什么好现在的问题来了 吴金国死掉以后 中华民国台湾就没有在奥会里面有委员了 没有人跟我们讲话了 没有人听 因为两百多个会员 他的委员只有一百个 那我们远远是没有办法的 主要我们从小奖时代 那个奥会进进出出 有时候是被杯葛 也很坎坷 如果再加上您刚提的这些困境的话 那我刚刚前面一直讲说 楚安大哥办奥运 或者说申请到这个世主赛 其实我用词不够精准 就是说 应该是说争取到转播权 对不对 那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看 这个你又提到证明 那从奥会 我们可能未来后继无力 等等很多因素 您来顺便夹杂当初您所看到的奥会的模式 就是现在就是说 即正他们努力的方向有一点错误 就是说你要用政府的力量公投啊 然后这个公投出来 这个IOC不管你 他不承认你 他反而会给我们现在的国际奥会 带来很大的困扰 因为国际奥会 是中华民国奥会的上司 所以他说你要搞这个公投的话 我就要开除你 中华民国奥会 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民间的有利人士 大家出钱 我们到瑞士去告他 告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歧视我们中华民国 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用他的国名 每一个国家用他的国籍 只有台湾要用Chinese台北 只有台湾要用梅花旗 为什么 你明显是歧视嘛 可是奥林匹克的宪章里面 他是不能够歧视任何国家的 懂吧 所以这些人呢 这就是点一条路了 你就是要去搞他 但是不能够由政府啦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奥会 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呢 需要有工商企业的人士 大家有共同的这个了解 一起来做 一定可以做成 杨楚康大哥 真的非常荣幸 邀请到你 也最后帮我们点一条路 那他的新书 电视新帅与我的生涯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谈得进行 你们要买这个书 要到成品或者金士堂 不客来 我们要开掉了 禁止广告 好我们接下来 请求力量 抢钱包跟 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123 音乐123 音乐123